您好 这里是张宁视野 首先报告 一条消息 就是唐人街变鬼城 自从 武汉文艺爆发以来 我是 最近将近一个月里面 大概总共就去 类似于China Town的地方 中国人聚集区去了大概两次 都是因为不得不去半野事件 其余的时间 我就坚持不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一开始就意识到 这种病毒具有一种潜伏的传染性 就是它的潜伏期 不知道有多久 实际上现在全世界都不知道 它究竟以什么方式传播 谁也不知道 所以我想还是尽量避开 然后呢 我最近就注意到 但是我非常注意 唐人街的消息 包括法拉圣 包括巴达岛布鲁克林 因为纽约有三个半 唐人街 每个唐人街 大概都有三十万左右的华人 就是他们都是高度的 这个拥挤在一起 今天呢 这个 这个纽约的媒体就报道呢 就是大名鼎鼎的纽约唐人街 也就是曼哈顿的那颗China Town 现在已经变成了鬼城 那个记者采访了那个南华茶室 这个是据说在当地最古老的一个茶室 平时不禁人坐得满满的 而且很多人都要站在旁边喝杯咖啡 或者在那等座位 但是现在呢几乎没有客人 而且唐人街上 整个街上也是空空荡荡 这个都是很反常的 因为我曾经几十次路过唐人街 或者到唐人街办事情 唐人街的人口密度 是仅次于42街 也就是说呢 在美国甚至在纽约 如果说最拥挤的是42街 就是时代广场那一带的话 那么其次就是唐人街 而法拉盛的另一个唐人街呢 就是法拉盛要站到第三位 你看人口密度多大 但是现在呢都空空荡荡 尤其那一带的这个餐馆 基本上都是杳无人烟 可以用这个哀鸿遍野来形容 就是人们呢 这个有两个原因 一个呢是支持瘟疫呢 引起了人们的恐惧 因为全世界各族人民 都不知道这个瘟疫 到底潜藏在中国人哪里 就是会抢伏多久 谁也不知道 然后所以他们尽量避开去 还有一个呢 前一段时间呢 只好一个美国记者呢 在中国餐馆 中餐馆里面拍了很多厨房的镜头 因为中餐馆的厨房呢 是全世界最肮脏的 我以前开过餐馆 我也参观过这个 很多餐馆的厨房 因为干过这一行的人呢 就比较留意这个餐馆 比如说有机会呢 就要到厨房去看一看 中餐馆的厨房呢 可以这么说 是最脏的 这是因为中国的这个店主也好 厨师也好 不在乎这些东西 他们觉得只要把饭菜弄的味道好一点就行了 只要能卖出去就行了 他们第一不注意卫生 第二呢 更不在意这个食物呢 是否这个过期 比如说它里面的很多食材 它被做料都是过期的 他们也不管 当然了 这个比如说像国外的这个中餐馆 它用的那个做料都是 基本上都是从国内进来的 国内购买的时候都是减最便宜的买 又经过长时间 而且呢 到了中国的超市 中国超市呢 有一个绝活 就是说呢 它会把那个标签呢 给它改变 这是作为一个例行性的工作 就比如说本来是明天到期的这个食品 或者下个月到期的这个 这个做料 它可以往后移到以后的一个时期 这个都是严重违反美国法律的 所以华人在美国呢 凡是从 从事餐馆业的 别的行业我还不说 我就不说了 就是从事餐饮业的 从事这个超市行业的 普遍都是违反美国法律的 但是呢 美国政府呢 或者美国各种机构呢 对此也只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因为美国社会 它基本上还是一个自觉的社会 凡是在美国生活的人都知道 你可能生活一年 都跟警察打不了一次交道 因为美国警察呢 平时呢 都是在大街上 这个巡逻 这个维持秩序 就是说呢 他人数很少 而且呢 他很忙 他不会有精力 就是说只要你不违法犯罪 他不会来找你 所以对待这个各个少数民族 尤其华人区的 像这些民堂呢 他们第一呢 他们是不愿意去打扰 就是说你 你爱爱怎么干 你怎么干好了 只要没有人举报 他是绝对不会去检查的 因为这个 这个工作量太大了 第二个呢 就说呢 他也管不了 因为呢 这些事情呢 都是 总的来说 它是一个道德问题 你要说他犯罪也可以 但是呢 你花很多精力 而且呢 最主要是美国 纽约的警察呢 他办理这些案子的时候 他还要自己花钱 请翻译 他哪来那么多钱呢 这个政府的预算是那么少 美国这个 你像纽约这个城市呢 他有三分之二的居民 都来自世界各地 警察呢 按照法律规定呢 就是说政府部门 你无论是跟什么人打交道 你都要自己掏钱配翻译 所以说呢 他一般来说 对待各个少数族裔 都是采取一种宽容的 一种睁一只眼的 闭一只眼的态度 就尽量呢 不惹麻烦 因为惹了麻烦的 他就光带个翻译来 跟你交流 翻译本身水平又不高 你可能交流当中呢 他又不了解你本族的习惯 就可能惹出很多麻烦来 要知道纽约市警察 是世界上赔款最多的警察 就是说任何一个官司 他办的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他要赔钱给受害者 所以说呢 纽约的警察呢 是最谨慎的 我经常在布朗格兰克斯 碰到警察 有时候我对 那个美国的这个警察呢 非常有意思的 跟美国人一样有意思 就是你有时候看他一眼 他回头就会 在你还认为 他没有发现你的时候 他就会回我脸来 然后呢 向你这个微微的一笑 或者做一个表情 这就是美国人的 这种警觉性 这种这个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这种第六感觉 是常常令我吃惊的 尤其是警察 警察经常对我 做出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笑 因为可能呢 我在布朗格斯这一带呢 周围的居民都是黑人 所以说呢 我看他一眼 他马上就回给我一个微笑 就是我就知道 这个他们这个 美国人的确这个感觉呢 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他们非常敏锐 你只要接近一个美国人 或者接近一个警察 他能够察觉到 就像你开车呀 我开车的时候 总是担心碰到别人 但是呢 这个美国人开车呢 他非常 就是他的感觉非常好 就跟反正 我在车流当中 我能感觉到 就他们的感觉非常好 他们的 他们那个眼光非常敏锐 他们的就是说 你想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大部分情况下他知道 因为我呢 作为初学者来说呢 我可能会犯很多错误 但是他们 很快就能发现到 就是说呢 做出一些的 就是避开 跟我碰撞的这种措施 或者跟我保持一定距离的 这种措施 现在呢 当然美国人都集体 必成唐人街 其实呢 我是不赞成中国人 聚在一起生活的 聚在一起生活呢 使得中国人的许多恶习呢 都得以保存 不利于中国人 学习文明社会的东西 而且呢 聚在一起呢 就会使得很多骗子 也在这里面有市场 这个在美国的 这个唐人街上 有很多各种各样的 这个骗子 我记得我以前 到一个那个英语学习 班军学习 不久就来一个小伙子 长得很漂亮的 专门骗那些 中老年妇女 后来他们也约过我一次 我一听他们就是 也骗了 他们就是说呢 都是采取什么方式呢 就是说他骗你去 去这个传销啊 就是就是那个参加 那个老鼠会啊 或者呢 骗你去参加一个 莫名其妙的教派 你到那教派以后呢 他就要求你捐献大量的资产 然后七八个人 一起对你这个实行围攻 搞得你这个筋疲力定 最后就乖乖地交出钱来 等等 还有呢 这个应该这样说 华人的这个商店里面的东西呢 过期的东西非常多 呃 餐馆里面呢 反正我是喜欢 我是 我是经常去 因为我呢 是我吃东西呢 第一个呢 我喜欢把东西呢 放在冰箱里 给它冰冻住 冰冻住呢 虽然味道呢 可能 呃 不像这个 就是没有冰冻的好 但是呢 它实际上 它可以保证 它的这个新鲜 保证没有什么细菌 而且呢 冰冻食品呢 还有利于这个减肥 所以说呢 我通过这种方法呢 就能保证我的食物是新鲜的 永远都是新鲜的 结果呢 我这样 经常在家里面 自己这样吃东西 然后我要再到中餐馆吃东西 就经常就拉肚子 我有 第一来 那个我在法拉圣住的 那个最近的那一年多里面 最少有十次腹泻 拉肚子的经历 都是在中餐馆吃的 所以我认为呢 现在呢 这个美国的这个中餐馆 受到冷落呢 还有这个美国的这个唐人街呢 现在面临这个 这个销售的这种局面呢 变成鬼城的这种状态呢 大家呢 正好应该总结经验教训 跟唐人街保持一点距离 最好呢 就是说能够搬到 美国人住的地方 跟美国人生活在一起 认认真正的 决心做一个美国人 做一个合格的美国人 做一个真正的美国公民 这才是中国人应该追求的 你否则的话呢 你这个跟这个 就是仍然保持着一些 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 卫生习惯 总有一天 你可能成为受害者 然后呢 除了这个唐人街呢 我再谈到这个 国内的这个消息 有一则这个视频呢 显示呢 有一个妇女快要临棚了 她要去产检 她丈夫 随心的丈夫呢 却被那些 这个所谓防疫人员 给拦住 就现在中国各地的 所谓形成了临时执法部门 就戴着红袖章 就跟文化大革命时候一样 然后就随意的 就是设置路障 然后阻拦人行动 然后呢 双方就大傻大挠起来 这个确实 这个这些防疫人员 有点过分 一个身孕酒甲的这个妇女 走在大吉祥 随时她可能倒下 也可能随时就是生产 如果旁边没有一个人照顾她 出现危险了 谁能承担这个责任呢 所以你从 你不用这个思考的 而且呢 你那些都是成年人 你应该有这个经验的 你就不应该阻拦人家 对不对 由此你发生争执 又吵又骂 甚至差点搭起来 这就说明了 中国的这个执法人员呢 他不是说 上街是为公众服务 不是像美国警察 美国警察上街 他是每一天 每个小时 他想着为公众 提供一种最好的服务 中国的这些 上街的这些 临时的执行人员 只想着怎么样损人利己 只想着怎么样 敲诈勒索 只想着怎么样 建立自己的威信 通过损害和打击一些人 建立自己的威信 所以说呢 这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 还有一个呢 就是有人谈到物价问题 中国还吹嘘他经济增长 然后谈说 他物价稳定报道 其实呢 中国物价呢 已经飞涨 然后呢 你这个人民币 实际上已经贬值 你就看看 那个口罩价格 已经翻了20倍 原来五毛钱一只 现在十块钱一只 就是北京的公开的价格 然后呢 食品价格呢 更是翻到了 翻了两倍到这个 二十倍 很多现在 在武汉的居民 很多都买不到东西吃 急着的 气着都把这个钞票 往空中撒 很多东西都贵得惊人 一根胡萝卜 在以前呢 也许只需要两毛钱 但是现在 需要二十块钱 就是说呢 有些东西的价格 也都已经涨了十倍 五十倍都不止 所以说呢 人民币逐渐贬值 已经进入了 不是未来了 而是现在就已经进入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有一个网络分析 很有意思 他说这个 以前我们常常看到 那个视频说 打街上都是 就是走着走着就摔倒的人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们说呢 其实这些人呢 知道自己病了 而且病入高荒了 因为一个人真正的 这个 被这个感染以后呢 肺部发烧 肺部发炎 呼吸困难 他是有明显感觉的 但这些人走投无路 因为他们到医院里面 去求医的时候 以前的医院呢 叫他们首先交一大笔钱 他们没有那么一大笔钱 后来呢 就像中共宣布呢 医院免费 但这些人到了医院 也发现医院呢 有几百人 几千人在那排队 他等到那个队伍 站 轮到自己的时候 他可能就死在那里了 他当然宁愿到大街上 随意走一走 也不愿意站在那里死掉 所以说呢 这个走投无路 回家吧 他也不敢回 因为他回家以后 可能传染他的家里人 所以这些人呢 都是在绝望的 这个情绪中 在一种 就不知道如何 是好的情况下 就像闷友者一样 在大街上转转转转转 走走 然后一偷 摘到就死了 你看看这个国家 是多么悲惨 就大量的病人 求助无门 很多人家里面的人 病重 打几十个电话 几百个电话 也没有人上门救助 这就是中国 这才是真正的中国 就完全像牲口盆一样 冷酷野蛮 然后还有一些视频呢 就是各地的人民 开始组织起来争吵 比如说 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 就开始打寻架 这个当然了 这个打寻架呢 应该是正义者呢 是属于那种 就是捍卫人权的人 就比如说 人家有权出去走走 人家有权出去买菜 就是人民应该有权 就是在自己 行使自己的权利 做他可以做的事情 而当局呢 这样随时 任意限制人民的自由 显然是不对的 所以那些那个凡是随便拦路的 随便限制他人 人身自由的 应该是属于有罪的 所以说呢 我认为这些人呢 受到这个反抗 是应该的 是值得的 所以说呢 这个 我认为这种反抗呢 会逐渐增压 最后呢 就会动摇中共的 这个统治基础 所以呢 我这里面写了一个简单的对 本来想找人写出来 叫做 一整黄粮 中国梦 一地鸡毛 中国制造 因为中共本来在吹嘘 它中国梦嘛 它就要实现了 实际上呢 它已经实现了 现在中国就是中国梦 而武汉呢 正是中国梦的 最鲜明 最形象的体现 至于说 中国制造 还要在全世界成为 这个什么 制造业大国 荒唐 中国除了能制造一些垃圾以外 还能制造什么 所有的产品 仿造的产品 都很快都会过时 而且现在所谓中国制造 实际上 已经 即将成为过去式 现在已正在成为过去式 也就是说 这个地球上 根本就不需要什么中国制造 因为你制造的这个污染 太严重了 几乎把中国污染成了 现在这个样子 再让你制造下去 你就能把整个地球都污染了 然后呢 还有一个消息呢 就说呢 这个韩国呢 开始爆发游行示威 群众就高喊 中国人滚出去 这个可能是跟韩国这个政府呢 就是说呢 没有及时的 就是说 阻断中国人进入韩国有关系 而且跟韩国这两天的病例急增有关系 再加上韩国人呢 始终呢 实际上对中国人怀有一种敌对情绪 所以呢 这个呢 应该说呢 目前在海外来说呢 最严重的这个排华行为 当然 这个俄罗斯呢 跟朝鲜的排华更严重 实际上呢 排华最严重的 从来都是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 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深受其害 所以对中国人充满了这种仇恨 还有一个消息呢 一个短视频显示呢 这个湖北俄州 凤凰派所的一个警少 在那悬要 过去大家知道 这个中国人 像公民每一类的 喜欢悬要钱 高干子弟 喜欢悬要自己 每个月花的几百万等等 这个之前呢 也有这个 前一段时间呢 由于猪肉不断地涨价 所以很多中国人炫耀了这个猪肉 令这个猪肉放在肩板上 招摇过世 想着我很有钱 我混得很好 你看我有那么多猪肉 现在呢 最新的这个炫耀呢 是这个警少呢 炫耀自己家里面的这个水果和素菜 还有鸡蛋吃不完 因为现在 比如说 尤其在湖北 大部分家庭的确是 家里面缺鸡蛋 缺水果 缺素菜 而这个警少呢 说一天 他的这个老公就从派出所 拿了这个三香水果 还有很多鸡蛋素菜 这也太过分了吧 你吃了这么多吗 你拿那么多干什么 把它烂掉吧 这么多的人 连一个鸡蛋都没有 连一把素菜都没有 连一个水果都没有 你搬三香的水果 你就是牛 你也吃不完呀 对不对 这太过分了 这就显示了所谓 共产党经常报告 哎呀什么警察为人民服务 警少在家里面很艰难 照顾孩子做家务 这全是扯淡 实际上警察全是贪污犯 警少呢 也都是一天到晚就跟丈夫 在琢磨着怎么样 让支持丈夫多贪污一点 多老一点 而且呢 在目前这个艰难的情况下 仍然这个 江山一改 秉性难移 仍然就想着贪污腐败 这种行为都是非常非常内容恶心的 但是呢 这是普遍现象 还有一个消息呢 说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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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 这个有一座监狱 山东 这个济宁监狱 感染了病毒 这是很可怕的 济宁呢 有两所监狱 这个 监狱的囚徒 一旦感染病毒 是非常可怕的 因为什么呢 我在监狱里登过十几年 我知道 监狱是非常拥挤的 它简直就像那个 中国的那个猪篮一样 或者说那个牲口棚一样 它是地地道道的牲口棚 就是说它几十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 睡着上下铺 一个房间里 我 那个 我 每次我一进监狱的时候 我都 就是像我这样的人都感到毛骨手蓝 密密麻麻的那个双人床排在一起 三十个人或者六十个人住在一个大房间里面 你说这里面一旦有了感染 传染病以后就会迅速感染给大家 所以说呢 这个 他们的这个处境呢 现在是 太糟糕了 我估计这里面会造成大量的这个伤亡 但是这个中共呢 依然没有人这个 承担责任 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呢 监狱里面应该做好 特别做好防疫措施 因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人在监狱里面呢 是走投无路 而且呢 你监狱里面呢 你把他们安排的那么拥挤 你为了自己管理上的这种方便 省心 你就可能造成这个 太严重的这种传染病的这种危害 中国的这个管理 监狱的管理从来都是这样的 就是他 他只想着自己方便 他自己省心 比如说 他为什么要把二十个人 关在一个sliping房的小房间呢 因为这样呢 他觉得管理神圈 让你处在矛盾和斗争中 你就互相会检与揭发 你就永远不可能反抗 你甚至都不能组织逃跑 所以说呢 这种做法呢 他就从来不去想想 这种做法呢 是严重的伤害了每一个人 你让二十个人 待在一间小小的 十几平方的屋子里面 是人都会感到痛苦 是人都会感到绝望 因为长期的拥挤 给人的心灵精神 造成的这种危害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简直是难以形容的 只有这个 亲切体会过的人才知道 这个中共的 这样的做法 以及各种各样的做法 是多么的惨 多么的残忍 多么的惨无人道 多么的灭绝人性